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 你先收看的是 OLA的頻道 我叫OLA 我們現在人在地獄 我們時間其實有點趕耶 好 我們先趕去目的地好了 至於為什麼要在地獄呢 沒錯 我們這一集要來蓋 烈焰神經驗塔 對 因為我們已經 找到了要塞的地方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趕去那邊了 那為什麼不做礦車呢 因為道理很簡單 因為我 我那個鐵路還沒有鋪好 唯一讓我有動力鋪完這個鐵軌 唯一的一個方式就是 趕快把那邊的 經驗塔 對 把它蓋好 就可以讓我非常有動力可以把它蓋好 因為鐵軌的這個距離非常的遠 好 那我們就先馬上 過去那邊好了 因為時間真的有點趕 助跑 走囉 唉 終於到了 前面就是了 那在那之前呢 我們要先換個裝 因為烈焰神一定會非常多 在那個生怪磚旁邊呢一定會不斷的生怪 所以一定要先穿裝備 好 我這邊建議的是呢 抗火的裝備一定要穿 我們現在就得換裝吧 好 換好裝了 然後之後呢 這邊呢 我推薦呢 使用弓會是半功倍一點 然後呢 怎麼封印呢 這邊要先講一下就是 先用這個泥土 對 啊 生怪磚呢 九成九的樣子 對 以裝為中心點的四成四 那就是擴展開就是九成九 好 為了避免你不知道呢 我們現在還是先去那邊封看看再說 先拿好弓 先拿好弓 體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這個聖怪鑽封印起來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走下一步了 接下來要先找尋下面這邊的中心點 中心點就是在 中心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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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把這個上來 中心點兒 中心點兒 後來就不能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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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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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感谢观看 在这里 感谢观看 一個紅石 然後一樣是中繼器 調一格 會調一格喔 然後之後呢放上石英磚 好 然後這兩邊呢放上紅石 之後這裡是個中繼器 調到最高 然後這邊呢 好這邊呢放上我們的紅石火把 然後這邊 放上兩個中繼器調到最高 然後之後呢 這邊放上一個石英磚 然後這邊再放上一個紅石中繼器 調到最高 然後這邊放上一個石英磚 好 反向這裡呢 再放上一個紅石中繼器 調到最高 然後放上紅石兩個 在這個位置 上面呢放上...喔這個先把他打掉 好上面放上 四個紅石火把 然後這邊呢 要在他的上面 我把上面放上 黏性活塞 像這樣子 這邊也要放 方向都是一致的 都在紅石火把上面放 第三個 好 最後一個了 嘿 好了 這樣他就接得到 這個... 史萊姆方塊了 我們來往前面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中心點這邊是不是也要往外推了呢 就像這樣 這樣紅石的部分呢 嗯... 可以說是比較困難的已經完成了啦 那接下來呢就是 呃... 因為他們的時間不是很同步對不對 所以要讓他們時間同步 所以還需要設置一下紅石 好我們先下去下面 為了方便作業呢 我們還是一樣要把下面這邊再給他挖深一點 我們先把這邊呢 再給他挖個... 兩格深好了啦 像這樣 兩格深左右 好 加速囉 好... 終於把地都給整好了 下一步就是 在他的... 下面這裡 先延伸出一格 然後呢這把他打掉 好... 三格拉過來 剛好對齊邊邊這裡 然後... 一樣是延伸出來 直到... 切齊這個邊邊為止 那... 先放一格 我們先上去 這邊... 先突出一格... 的地方呢 放上我們的 紅石中擊器 調到最大 要放四格 都調到最大 像這樣 然後這邊也放一個 不用調整 對面也要放一個 也是不用調整 好... 這樣就對了 然後之後呢 放兩個 紅石 對面也是要放兩個 紅石 好... 應該放得到 好... 好... 然後這邊呢 一樣放三個 紅石連接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換前面的部分了喔 前面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給... 稍微給... 往下延伸一下 像這樣子 然後... 呃... 這邊也要把它延伸下來 好... 好... 延伸下來 等一下是要收集 這個烈焰神的地方 然後這裡呢 放上這個... 白色的玻璃 先放下... 放到這裡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重頭戲 是旁邊這裡 剛剛這裡的 黃石是已經做好了 那要把它連接起來呢 我們這裡呢 給它稍微 延伸出一個... 在... 這個位置好了 然後... 牽過來 好... 再把它打掉 節省失音 唉唷 好... 繼續 延伸下來 然後這裡 好... 可以了 做個階梯上去 放上我們的紅石 連好之後呢 在最上面這裡 放個拉桿 好... 打開 它就停住了有沒有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再打開一次呢 它就會... 恢復到正常的那個狀態 有沒有 是不是 它就很規律的移動了 有沒有像那種... 蛤... 推硬幣機的感覺 好... 那我們先下去囉 接下來呢 在這裡 對... 這個位置呢 我們要做另外一個機關了 我們先從這裡移動 然後來到這個位置 先把它打掉 那... 這個也要把它打掉 然後呢 我們要放我們的 黏性活塞在這個位置 在... 這個位置 然後呢 再放上石英磚 好... 這裡可以把它封起來了 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之後呢 在這邊 要設置一下我們的 機關 放一個... 石英磚 再放一個 拉桿在上面 這樣子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 打開的時候它就會延伸過來嘛 那這樣的話 烈焰神在過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做一個區隔 因為呢 這個烈焰神的數量呢 一旦多了之後呢 卡在這裡 它就會自己損血了 所以它有一個... 呃... 同一個方塊裡面 不能累積太多隻 要不然就會損血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裝置囉 第二個裝置就是 在這邊先放一個石英磚 然後呢 放上一個按鈕 那按鈕 才能什麼作用呢 好...先在後面 這裡先放上一個... 石英磚 這個冰磚這裡 隔三格這裡 先放一個石英磚 好... 放上一個... 黏性活塞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石英磚再把它放上去 這個就不要了 好... 然後之後我們呢 先...在這個位置 延伸出五格 一...二...三...四...五... 然後...三排 好... 墊高一格先上去 之後呢 放上我們的比較器 空一格 在這個位置放 一...二...三... 四...五...六... 放好之後呢 放上我們的中計器 一...二...三... 填滿 然後都調到最高 好...然後之後呢 這裡呢 放上一個... 石英磚 空一格的部分 在間隙這邊 放上兩個紅石 然後這裡再放上一個石英磚 接上這個黏性活塞 就可以了 然後呢 最後這裡呢 再放上我們的紅石 全部接起來 好...可以下去了 看一下效果 按下這個按鈕 它就會生出來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等烈焰神下來之後呢 透過這個方式把它悶死 呃...不是悶死 說錯了 是把它悶到快死 然後最後一刀 叫你...叫給你解決 然後這邊就可以把它封起來了 這裡 然後它給... 給生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呢 這樣就算完成了喔 那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就是上面的部分 上面大概要把它稍微... 嗯... 修飾一下 我們先上去好了 這個位置都沒問題了 對不對 但是呢 烈焰神呢 它從這裡面呢 被封印起來的這個泥土呢 會往下一直掉 理論上它們是不會往上飛的 它們只會往下掉 所以呢 呃...很簡單 就只要 蓋高於兩格高就行了 那... 後期呢 我會再裝飾它 現在呢 主要是以基因能性為主 好 那首先呢 我們這裡 就先把它給用石英磚封起來 至少兩格高啦 對 那對面也是一樣 對面這裡 也是只一格高而已 把它封成兩格高 接下來 重頭戲就是... 好... 我已經剪這塊泥土了 對 問題會泥土怎麼處理呢 很簡單 最簡單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用 鑽石鑽 對 快速又省力 好 先把它鑽掉 這樣等於是解除封印囉 好... 終於全部解封了 喔...累死了 然後之後呢 就是下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好了 好...就像這樣 然後呢 這個可以啟動了 就做隔絕 然後之後呢 這裡呢 就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好...會打到剩一滴血 然後之後呢 就隨便你了 呃...我沒帶劍 所以呢 其實理論上只要 一刀 他們就會全部斃命的啦 那我現在先用這個稿來代替好了 就像這樣 有沒有 是不是 如果呢 你要...比較方便收集的話呢 你可以把... 那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改成... 漏斗 對...然後這邊放寶箱 先把這個... 拆掉 寶箱先放在這裡 好...然後漏斗 欸...直接打掉 漏斗指向這個寶箱 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打掉了 封起來 呃...這個有點醜 因為這個到之後可能要再... 做一些修飾 放一下白色地毯啊 還是什麼的 齁...對了 這邊要提醒一下 如果呢... 下一集我們要蓋它的... 調整一下它的外觀 就是要把它變成更好看 更像一個... 建築物的感覺 所以呢...如果你下一集... 有要... 按照我的方式蓋它的外觀的話呢 不要把那一層泥土 就是封印起來的那個泥土 給打掉喔 我們之後呢... 會再改善它的外觀 好啦... 好 潤熊你的... 按讚囉 如果想追蹤我的頻道呢 別忘了訂閱我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 為什麼我在蓋建築的時候 你們要一直擋路啊 然後不能打你 因為打你的話你旁邊 對啊...旁邊那位 你們全部都會圍上來 你們這樣真的很卑鄙 你知道嗎 你這樣... 好 算了 好 算了